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外, 隨時隨地都會發生 而且還會造成人命和財產的損失 就算在家裡 都有好多非常容易為人所忽略的陷阱 而這些陷阱 會引致我們發生意外的 各位同學,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呢? 媽媽,那封筒壞了 是呀,我昨天早上吹她頭的時候壞 我本來打算今天早上拿去給電器師傅收你 誰知弄一弄東西忘了 你這麼小意思想找電器師傅 我搞你就可以了 爸爸,這是電器,你哪會? 老婆,這是小電器,我包搞定 智明,給我拿一支螺絲筆來 這樣就搞定了,多快取 這個被人弄,浪費錢 我去吹頭 沒有呀,要命嗎? 什麼事呀,明仔 什麼呀? 風筒漏電了,電了一下,手都避了 是不是呀,爸爸,我都說了你 電器的東西不懂就沒有自己練攪 現在電了兒子了,幸好不是嚴重 別這麼怒吵了,我拿到樓下的檔口 叫人弄一弄它 樓下檔口? 不要呀,那些電器工人都不知道沒有牌的 你還是走遠幾步,拿去對面街的電器店做吧 行了 究竟明仔一家人犯了什麼錯誤呢? 現在我請到對家居安全好有研究的朱先生 跟大家分析一下 謝謝你朱先生 不用客氣 謝謝你 明仔的爸爸 根本對電器的維修毫無認識 但是他就嘗試自己修理 結果修理得不妥善,搞到漏電了 其實維修電器一定要找合資格的電器師傅才安全 對了,我們除了不要讓沒有經驗的人和我們修理電器之外 當我們在家使用電器的時候 又要注意什麼安全守則呢? 首先呢 不同的電器,好像暖爐、洗衣機、熱水器和電飯煲等等 應該使用獨立的插座 以免電線負荷過重而失火 如果插座,不呼應用 就應該請註冊的電器技工來安裝多幾個 另外,我們要經常檢查電線,電制和插座 如果發現有裂痕,損毀,燒焦的痕跡,鬆脫或者其他的毛病 就應該通知註冊的電器技工來檢查和修理了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政府於1992年中開始 規定任何電力裝置的設計 安裝和維修都一定要由註冊的電器技工進行 如果自己擅自安裝 或更改任何電力裝置都屬違法 還有,手濕就必須抹乾才好開關電制 或者觸摸插和插頭 以免觸電發生意外 為了保障安全 最好安裝一個有漏電斷路器的總制 就算一旦漏電,都會迅速截斷電源 避免觸電 朱先生,我知道在家庭裡 另外一個陷阱就是氣體燃料 沒錯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明仔家人 在用燃料的時候發生甚麼事 喂,張太太 這樣啊 我現在出來吧 再見 這麼大的石油氣味 原來火被湯淋熟了 怎麼這麼大的味道呢 是不是用石油氣呀? 是啊,讓我弄回它 媽媽,不要這麼危險 還不弄回那個火 我看火熄了 湯還沒煲好 那我就弄回那個爐 媽媽,你這麼危險的 整個石油氣 一點火就會爆炸的 那我開了個抽氣扇來通氣了 不要,媽媽 開電器很危險的 沒錯,明仔爸爸的做法是非常對的 如果我們一發覺漏煤氣或者石油氣 首先,就要關掉煤氣的總掣 或者石油氣罐上面的供應掣 然後盡快打開所有的門窗 使室內的空氣流通 在這個時候 開關任何電掣或者電器 甚至禁門中都可能引起爆炸的 朱先生,那我們可不可以在屋裡打電話報警呢? 如果在屋裡充滿了煤氣和石油氣 打電話都可能引起爆炸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最好就出屋外 打電話通知警方和消防局 至於平時我們使用氣體燃料的時候 又要注意些甚麼呢? 首先,我們千萬不要學明仔媽媽這麼粗心大意 著了個火爐就出街 另外,家裡不應該儲存一罐以上的石油氣 石油氣罐應該遠離火爐 我們還要時常檢查切駁的膠喉 如果發覺膠喉殘舊 有裂痕就要通知代理箱更換身後 至於氣體熱水爐 就要選用政府認為合乎安全規格的款式 各位同學 相信你們現在對於電氣和氣體的安全 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不過明仔的弟弟幾乎又搞出另外一種意外 我們一齊來看看 小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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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如果不是姐姐在的話, 成交師穿得有份, 看看下次還敢不敢玩火 下次不敢 剛才明仔的弟弟真的很危險 朱先生, 其實我們要注意什麼防火事項呢? 不用多說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玩火是非常危險的 由於小朋友對火都有好奇心 所以各位家長, 千萬不要把子女單獨留在家裡 更不要把門閘上鎖 以免發生意外時, 搶救困難 為了安全起見, 火柴和打火機 應該放置在兒童不能接觸的地方 朱先生, 是不是大部份在家裡發生的火警 都是由於小朋友玩火造成的呢? 又不是, 其實大部份的火警 都是由於成年人操心大意所以引起的 例如燃燒香燭, 勉強 以及在廚房裡發生的意外就是 人們真是無功德心 我們在家裡找大部份在家裡 有什麼樣的? 不, 大部份在家裡 失敗了 不, 大部份在家裡 救命啊,救命啊 停下來,停下來 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 小心點,郭少爺 怕嗎?沒有?沒事吧? 沒事吧?我怕,真的很怕 下次小心點 不要怕,先吃點東西 謝謝,郭少爺,坐下 謝謝你,郭少爺 總之以後小心點 發生了什麼事? 是這樣的 我上來的時候,看到欣伯母在燒衣紙 怎麼火大了一點 把旁邊的雜物和舊報紙燃燃了 那怎麼辦? 我在樓梯裡看到一堆爛麻包袋 就拿來蓋上火了 幸好只有郭少爺 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欣伯母,下次你拜神的時候 最重要留意一下到處有沒有什麼雜物 不然就很容易發生意外的了 我會啦 還有啊,姐姐 我發現你大廈的樓梯 塞滿了雜物 阻塞走火通道 如果真的發生火警的時候 很危險的 是啊,我們樓下的陳伯 那些舊東西就不捨得丟 全都堆在後樓梯 那我們要立刻叫陳伯把東西搬走了 還有啊,你們的房煙門經常打開 那又是不對的啊 有什麼不對啊 打開到房煙門啊 空氣都流通一點啊 不過好多人在火燭裏面 都不是被火燒傷 而是被龍煙焗傷的 如果房煙門不關好的話 一旦發生火警 那走火通道就會充滿龍煙 那很容易焗傷人的 那...那又是... 如果是這樣,我就要拿去管理處 和阿黃伯說一聲 叫他以後都要留意那些走火通道 和房煙門才行啦 總之養事都要小心點啦 對了,吃飯了嗎 吃得了 糟了,忘了我煮東西了 糟了,糟了,糟了 姐姐,有什麼幫忙啊 哇,你剛剛沒有關火啊 跑了出去嗎 那很危險啊 我的事不記得而已 你知不知道啊 鍋裡面的油燒得太久 就會因為過熱熱熱火的啦 嘩,我下次不會的啦 我想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燃燒香粥和勉強時 應該使用安全的盆或者桶 並且遠離廢紙和二元物品 燃燒完了,必須用水 把灰盡完全淋色 走火通道要保持暢通 防煙門要時時關好 在廚房裡 雜物、廢紙和其他燃物品 都不要放在爐的周圍 火水爐點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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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凡事小心著意 就可以減少許多意外的了 多謝你, 志先生 各位同學, 相信你們現在對於家居安全 都有進一步的認識了 希望你們能夠凡事小心 那家裡自然沒有那麼多陷阱了 好, 志先生